我们又谈谈大市的股份 谈完新股 因为北水连续第二天就正流出 特别是你刚才也提到 就是腾讯和美团 两只股份各自有剩10亿元的北水流出 腾讯就去回600元的水平 美团去到300元 这些都是整数的大位 看到林子其实两天都是跑赢美股的大市 但是港股情况不是这样 科子昨天就一度跌穿8000点 收市跌幅就缩减了 那你怎样分析几种 就是本港大型科技股的走势呢? 其实你如果对比纳指 就是最大的分别就是 香港这一群大型科网股 最大的不明朗因素 都还未消除 那个约谈 是,究竟约你喝茶吃饭 什么时候埋单 都还等待反垄断调查结果 究竟是罚钱、企业重组 还是有其他新的政策推出 我经常说这个暂时的因素 其实困扰了他们两个季 到现在都未正式清晰化的地方出现 究竟你怎样做呢? 就为之叫做反垄断 或者怎样做之后就犯规 也未知 就是求证随时出牌 所以其实也很难搞的 所以这个因素我已经说过了 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些类型行业来说 就算比企业的业绩好 或者很有强劲的增长 它也可能有这些因素的困扰之下 可能要回到高位度下来 何况那些业绩也不太突出 即是中规中矩 美团又要市场加大 其实都是令他们的股价 都是有一些叫做环格局的 所以你看回藤上的图也好 或者是未断的图也好 其实也很明显 就是真是一个长矿形走势 去到顶线下来 去到刚才你说的 可能去到一些心理关系 600、齐齐整整 300、齐齐整整 又上去的 所以我都说过 比如北水也是这样的 你买卖 可能两天入 一天出 出一天入盖 是这样的情况 判断不出 即是你觉得 短期内也会在横行格局上落 真的要看 究竟中央有什么清晰的政策出台 说你怎样做得到 怎样不做得到 什么叫二间一 你是否二 我不知道 你说我是二 其实我不是我 还有很多小朋友下面 是 怎样为之二间一呢 其实你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是它很难促路的 其实资本市场最怕 就是那个 法规不明朗因素 正在 doom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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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对 没有 有 是 谢谢 谢谢